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股仓 一个分享投资知识成长的地方 不知不觉也快入今年三月了 那我们估计一下今年从一月高点开始 受到通膨升级的影响 再加上近期的乌尔战争的事件 整个大盘从高点18526一路的下跌 那目前大盘均线还是一个空头的排列 奋力守在半年线支撑者 周五收盘外置大卖430亿 连时天卖超台积电25万张 那在这段时间高值率的股票因为防守性很强 所以反而很受到市场的青睐 那在台股有一个族群算是比较冷门的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很稳定可以赚到钱的族群 那就是银建股 长期的观看我们频道的网友 应该知道银建股也是我主要持仓的部分 基本上只要生活在台湾的人都知道 房子就是越来越贵 永远都是觉得现在已经贵了 但是市场的价格就是会继续的涨 几乎把钱放在房子的人 很少听过没有赚钱的 尤其每个人的第一件房子 基本上都是可以贷款到八成 这等于就是以5倍的杠杆在赚房价的涨幅 房价涨个5%就好 但是其实你是赚了25% 而且房子通常不会像股市这么容易的交易 所以会报的更长久 赚到一个大波段 那在银建股中 我们长期一直都是很看好的一只股票 那就是台湾的列帝王新复发 大概上次分享买入的甜蜜点 是去年9月的时候了 当时大概是在这个价位 到现在涨幅大概是25% 从还原全息的K线可以看到 股价一直不断的创新高 那更拉长时间来看 新复发的年华报酬率大概是16% 那从筹码来看 最近发哥的大户开始连续的买进 那发哥长期到底还能不能买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银建股的财报要怎么看 就能很容易的掌握趋势 盖房子不是一两天的事 只要知道方法 绝对可以每年稳稳的赚到银建股这个领域的钱 今天就来聊聊发哥的金矿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这是一个自律分享投资以财知识的频道 演习短短10分钟的影片 深入分析产业及个股资讯 审讯你长时间阅读财报的时间 接取最重要的资讯整理给你 如果你有关注这些内容 那记得按下订阅 并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咯 如果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 那你帮忙点个赞支持 这会让这个频道能继续带给你更多的内容 那开始进入主题吧 新复发股票代码2542 新复发成绿1980年 至今超过40年的历史了 总部位在台北市中山区 自家老牌有口碑的建商 新复发股本130.8亿 属于大型的建股 是台湾建商中的列帝王 每年营收超过200亿 毛率28.6% 云率16.9% ROE14.8% 最近几年大致上都维持在这个水准 负债比78.8%是比较高的水准 这个后面会再来看到负债内容是什么 之前看过我们银剑股的系列的分享的话 应该就知道银剑股的股价发展 长期是非常容易预估的 只要掌握财报中最关键的存货和合约负债 基本上未来几年赚不赚钱 大致的方向是可以很清楚的掌握的 因为银剑股的产业特性房子不会一天就突然盖出来 从土地到开发完成都是用年在计算的 包含预售销售的状况都可以在完工之前就很清楚的调查到 所以虽然银剑股比较偏向人们 但是都是在我的股票仓位配置中 长期占有四分之以上的比例 但是银剑股的绩效好坏会差很多 在同一段时间有的可以大涨 有的却反而是下跌 不像存股比较热门的金融股与士兵股一样 银剑股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做功课 所以可能银剑股才比较少人在讨论 不过看完这期影片可能会对银剑股稍微更认识一点 其实银剑股一直都是一个攻守俱佳的族群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个部分 存货 存货是什么 建商的存货非常简单 通常就是房子与土地 建商要赚钱手中绝对要土地与房子 否则根本没东西卖 所以在存货的部分是最重要的 这是用来观察建商手中赚钱的筹码 那可以看到新复发从2018年开始 存货金额从最低的899亿 几乎是每季都是持续的成长 到最新的财报是1496亿 一直到今年发哥一样是持续的在购地 上个月在台中水南经贸区购入1135坪的土地 以及桃园市中路存货区1579坪的土地 那看到详细的存货内容 大致上分为盖好的城屋 在建中的房屋以及土地的部分 可以看到代售房地 也就是城屋大概只占了8% 并且可以看到足迹其实金额都是在下降的 这表示新复发销售的状况都维持很好 没有什么自销的余物 那再来就是在建房地的部分 一般说房子从土地开发到建案完工 周期在3-5年不等 不过通常股价在城屋交屋之前 就已经会提前反应了 新复发存货中大概6成是已经在建造中的建案 新的打房政策限制建商在18个月内要开始施工 不然资金会比例收回或是提高利息 土地开发的走转速度都会变得更快 不会有囤地的状况 那最近两年可以看到 新复发买地的方向开始偏离双北地区 转向其他的六都区域 像是桃园台中台南高雄 这也是大型建商的优势 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开发而已 那再来看到另一个关键的指标 合约负债 民建股的快据准则是以完工认列法 要在建案完工交屋的时候才会认列到营收 但是通常在台湾只要产品规划的好 一般来说在预售屋的时候就几乎都会卖光了 那预售屋的收入在还没有盖好正式交屋之前 都是归属在财报中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项目之中 那看到财报中的资产负债表 前面提到的西伏发又很高的负债比78.8% 其中的800是西亿是短期的借款 以及149亿的公司债 这是属于购地所需要的现金来源 流动比138%大于100%的水准 只要周转上没有问题 这就不需要太担心了 那再来还有一个95亿的大项 这就是前面提到合约负债 这个项目虽然几乎在负债之中 但是其实就是建商预售屋收的工程款 因为会计准则的关系 为交屋的房子是不算入建商营收的 直到交屋的当下才会把负债转为营收 这就可以用来观察 当建商这季有开始推新案来卖 下一届财报合约负债增加的金额 基本上就可以来看到房子卖的状况了 那一直会累积到建案交屋就会转而营收 最后的问题就剩下什么时候交屋呢 这就会是在财报中反映出来的营收 以及PS爆发行情的时候了 可以直接来看到2022几个新推的建案 大多集中在中南部 所以未来台中台南高雄房价与工序的变化 反而是对新付款影响比较大的 中南部房市这段时间都依然维持热度 这应该大家都有感受到 那新付款推案的类型 大多是一手购刚需型的小屏数案件 一直以来这样的规划 玩销率目前线上的案件都是非常好 几乎大多在交屋前就已经全数完销了 所以只要持续观察每季财报的状况 确认销售与案件开发维持动能是成长的 那基本面上就有很强的护城额 看到未来几年的预计案量 整体自从2021年空窗期之后 往后几年开发的案件都是持续来成长 可以预期未来几年新付款的还原股价 依然会是不断的创历史新高的 这个趋势依然是继续维持 那详细建案的列表与完工时间 在这三个表之中 非常多就不足以说明了 有兴趣的可以再追踪一下 几个大案的销售状况 我们频道也会定期追踪 即使我们持续推荐持有的标的 在配期政策上 新复发的现金值域大多落在7-10%之间 是非常好的水准 这也是高股息贴富 1056从2017年推出以来 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 新复发都是在成分股之中的原因 那除了前两年竟然空双期配的比较少 但是也是有4%以上的水准 其实这就是大多数金融股的平均值率了 可以预期从今年开始的配期 又会恢复到过去7-10%的高档水准 那最重要的是 除了配期以外的资本利得 夜年都可以达到15%以上的年化报酬率 这个表现是超过大盘很多的水准 在价值评估部分 从2017-2022年期间 可以看到新复发的净值比 几乎都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像新复发这种大型的一件股 股价与净值的关系 基本上就是维持在一个比例 是非常稳定的 均值在1.66倍 缺利值在1.49倍 两者酌原值在1.57倍 以目前每股净值29.17块 股价均值是在48.4 平均价在45.9 大幅加码价在43.5 基本上新复发我就是当做一个定投的存股标的 只要确定整体业绩维持有成长性 那股价就是随着净值持续的成长 最后在股价涨了超过设定平均价格超出了数% 可能把今年预计的报酬率都涨完了 那会先暂时停止定投 然后重新估指是否涨多先获利部分 不然就是持续当做长期定投的定存股 当然股价到了像去年有在便宜价或是加码价以下 就是会以2倍到3倍的资金去加码 那这些分析存储个人对个股价就笔记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那买钱还是要慎重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经过思考判断后再决定买卖策略哦 那今天就到这咯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